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来电科技 谁年轻没有一个音乐梦呢 从小到大,只要你回一门才艺 就能优先获得关注和择偶权 或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希望有一个会弹吉他的男朋友 自己也尝试过去学习吉他 买了专业的器材 但每天按部就班的爬鸽子练和弦 就是不会弹一首完整的歌曲 哭泽无味的练习 也让我丧失了学习吉他的兴趣 相信啊,估致我一个人是这样 但是最近我发现了 更适合业余初学宝宝体制的吉他 那就是拿火的智能吉他 我入手的是拿火加拉巴密斯的碳纤维系列 在吉他的侧面有一块显示屏 除了能触屏外 也赋予了这把吉他更多智能化和趣味性的玩法 有很多一开始学习吉他的小伙伴呢 都是为了兴趣好玩 能够弹奏出好听的旋律 但一般的吉他教学呢 要么就是爬格子和应接这些系统化的学习 要么就是一直在练习儿歌的状态 以自己的理想弹唱遥遥无期 而拿火的智能吉他 就为这些业余爱好者 降低了尝试的门槛和学习成本 让吉他更容易上手 搭载的智能系统非常贴心的 划分了练习的难度等级 从入本到进阶再到专业层层递进 避免不知道自己应该从哪学起 轻松的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阶段 并且不用在网上找曲谱 甚至是花钱订阅视频教程 自带谱子真的非常方便 流行摇滚R&B 各种风格的曲谱 应有尽有 低头就能看到 随时随地就能打开吉他 直接上手演奏 再也找不到偷懒不练琴的理由了 而且吉他是自带伴奏的 不单单的只有一段旋律 如果你的和弦切换还跟不上速度 也可以尝试放慢伴奏跟着学习 谢谢 至少好想你 不会再难以 我会看哪怕我未去 至少好想你 只能攻击的理由 我之后 自然是把我关注的眼睛 为你疼得想拷一句 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有鸿鱼 有声音 像虽然 含吼 像在前方的小平坚 我给他思念的讯息 你们照顾的地方 却没有黑 在你身上和你的眼睛 记念我死去的爱情 而我为你隐形埋灭 在有多少的安静 你心跳的感应 还是如此万人情急 相信有些非专业的吉他玩家 可能更在乎的是 怎样能快速上手一首歌 毕竟这种迅速就能获得成就感的事情 谁不愿意尝试呢 灵感乐端就针对这种 立马想见到成效的初学者 找到自己喜欢的片段 把它设定为自己一个下午 或者是一天的目标 就可以利用下班放学后的碎片时间 进行片段学习 不仅能提高技术 也能放松心情 还能迅速获得演奏的成就感 第一门槛就能体会到玩音乐的乐趣 像我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学会了小星星的弹奏 那些就有满满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就觉得自己还是有音乐细胞的 有了目的性的学习吉他 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拿火还有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小心思 如果你处于学习吉他的进阶阶段 先要来一段即兴创作 在循环乐段中 选一个喜欢的伴奏和古典节奏 就可以制作一段路普 除此之外 在效果系里 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音响 不需要额外购买效果器 就能改变吉他原有的音色 或者叠加音响效果 尝试不同音色的演绎 为创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音乐统筹的音乐统筹的音乐统筹的音乐统筹 有时候朋友一起聚餐或者外出演奏 既有伴奏又有效果 一个人就可以适宜小支乐队 当然你也可以在拿火社区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交流和学习 再也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恋情 看着自己满满的打卡记录和勋章奖礼 也能获得小小的成就感 有了小伙伴的陪伴与支持 恋情也更有动力了 拿火吉他最吸引我的一点呢 还有他的工艺设计 Lava Mi 4延续了Lava Mi 3的极简设计 以一体成型的技术代替了传统拼接 全新碳线维的材质不仅稳定性高 而且更耐湿温 通俗点讲的就是更耐造 金属反光的质感也给这把吉他增添了科技感 更符合现代弄潮儿的时尚审美 不愧是一局获得红点奖和IF设计奖的吉他 并且Lava Mi 4在维持了原本稳定性的基础上 还实现了情景和调节 我这款尺寸是38寸也有36寸方便不同的人群选择 拿火的另一款Lava Mi Play呢 就是36寸的 也是新手宝宝们的性价比之学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拿火吉他是一把非常好玩的吉他 他赋予了吉他这个乐器更多的智慧和创意 也让新手更容易上手 续续达到一个理想的演奏效果 丰富多样的风格和玩法呢 也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不管是新手还是进阶 Lava Mi 4一把就能搞定 总的来说呢 有这样一把智能吉他 真的是太酷了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